这个最基础的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洪峰林你好 刘同学你好 喵喵你好 也欢迎公众号 咱们视频号的朋友 欢迎大家 小妹欢迎 太阳 同学们 你们有画过咱们这种基础素描的吗 比如说正方体 苹果 瓶子 罐子 这些 就是简单基础的 一些素描镜物 画过吗 太阳你好 柠檬 三 这个一个英文 一个中文 苍狼欢迎 张同学 欢迎 好 那我们今天呢 看来大家呀就很多同学看来都是没有怎么系统的啊 画过 然后咱们这周呢 梁解课的设置呢 就是今天我们老师呢 先带大家呀 呃 呃 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素描啊 如何 关于拿笔啊 拿笔姿势啊 还有这个 我们画在这个纸上 是吧 这种线啊 怎么切线 是吧 有时候老师他老师的那个切线 切的挺好的 老师 说我不会切 或者是你那个排线拍的挺好 说我不会排啊 然后呢 咱们这一周啊 就给大家讲一些这个基础知识 然后咱们在周三的时候呢 老师会带大家呀 呃 进行一个就是咱们素描画材的一个认知啊 呃 从纸张啊 到这个呃 笔啊 到这个橡皮是吧 方方面方方面面的东西啊 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呃 讲解啊 让大家了解一下啊 好的 嗯 那么今天呢 我们呢 就先从这个呃 拿笔开始讲啊 那我老师就开始了啊 大家如果身边啊 有正好有铅笔的朋友啊 咱们可以拿出来啊 老师给大家讲一下啊 然后大家看一下啊 咱这个这个照摄像头啊 在这个在老师上方啊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拿笔啊 怎么去拿这个握这个呃 铅笔呢 啊 其实呢 有两种姿势啊 有两种主要的这种呃 主要的姿势啊 一种啊 大家看啊 是这个摄像头啊 是这个手啊 你看 咱们这个手指的这个食指啊 第一个这个指节这儿啊 用这个窝啊 握住我们铅笔的这个 看啊 握住这个 铅笔啊 看啊 握住这个这个地方啊 然后呢 用大幕手指 哎 用大幕手 怎么这么啊 这个摄像头好像啊 这样这样这样 对对对 好了 我这光看了两个摄像头啊 好尴尬啊 你看啊 咱们这个 这样啊 这个是这个食指 是吧 你看 握住这个窝啊 把笔握到这窝 然后大幕手指摁到上面啊 不要太用力啊 不要特别用力 然后呢 上面呢 大概留一个 这是几厘米啊 十厘米 八厘米 这样的一个距离啊 尽量不要留太近啊 就是它越稍微远一点呢 画的会更放松一些啊 然后你的这个手啊 也不用太太僵硬啊 大家可以跟着老师一块啊 如果你要身边没有铅笔 可以拿个拿一只筷子啊 感受一下也行啊 所以说我这一般 我习惯了用这个长的笔啊 我要是那个笔呢 用短了 我就会加一个这个笔托啊 看到吗 我会加加一个这个这个笔托啊 会接笔器啊 就是接笔器啊 让他哎 离的就是远一点啊 排线的时候啊 或者是画的时候啊 这样感觉会更好一点啊 然后呢 还有一种姿势啊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一个是这样啊 这样的话呀 他就是老师是画画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画的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个手 手 手指度啊 这十指手指度 跟这个拇指十指度 是吧 这样啊 这样画啊 就是这样两个握住他啊 这样 这样画啊 但是这样呢 我用的就比较少 我用的比较 我就基本上不用这种方式啊 就是有的老师啊 他会教这种形式啊 就这两种形式都可以啊 这两种形式 就这个是两两个手指握 这个两个手指度握住的啊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为什么就是 我刚开始不是特别建议大家用这个姿势呢 当然有的同学已经习惯了 你用这个姿势 那就用这个姿势没问题啊 就是如果新手同学啊 用这个姿势 它比较稳啊 因为你正好卡在这个窝里面啊 它是比较稳的啊 是比较稳的啊 当然你要这样的话也行啊 这样也行啊 然后这个是咱们平时起形啊 比如说这个切线呢 是吧 起形呢啊 用的这个姿势 或者是排线 是不是排线啊 用的这个姿势 对吧 是这个姿势 然后呢 嗯 等一下啊 我们这个 怎么结束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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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直播怎么结束了 等一下啊 那个视频号 这个直播突然结束了 大家稍等 嗯 看一下啊 好啊 咱们这个咱们继续啊 咱们这个在呃 咱们这个公众号里面进来的啊 咱们同学都可以看啊 呃 说哪了 哈哈 说拿笔姿势啊 然后就这个是这种排线姿势 然后我们深入刻画的时候呢 还会有一个拿笔姿势 就是这个就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平时你写字的这拿笔姿势啊 比如说画这个小细节的地方是吧 啊 画的时候啊 它这个是这种的拿笔姿势啊 是这样的拿笔姿势啊 就这样啊 但是这个小细节 但是刚开始我们练的时候啊 尽量先用这个 就是训练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用咱们这个嗯 最常用的拿笔姿势来画啊 嗯 好啊 这个同学们呃 理理解了吗 理解了发个一啊 理解发个一啊 看一下那个视频号 那个封面好像有点问题啊 是我画的那个雕塑啊 哎 琳达同学来了啊 咱们感受 咱们同学可以感受一下啊 感受一下这个拿笔啊 然后呢 我们感受到之后啊 老师就要教大家这个用笔了啊 如我们如何用笔啊 首先我们用笔呢 主要是两种形式啊 同学们 一种是什么呀 就是起形切线 是不是啊 画这个直线切线啊 另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排线 对不对 啊 另一种排线 但是他们两个呀 是两种不同的姿势啊 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好啊 呃 他都有一个细节的一个 呃 一个不同啊 呃 首先呢 咱们先说起形啊 首先咱们先说起形啊 咱们看一下左下角的老师 老师这边啊 老师这边 我们看啊 老师 大家看啊 拿着这个笔之后啊 我们 切这个直线啊 我们怎么给它画直呢 啊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啊 很多同学啊 老师离远一点啊 大家看得见啊 可能同学他画直啊 他还是这样啊 就是他画的直线 你看 他还是这样画啊 这样去画啊 就是手腕啊 这样去画 但是你发现你手腕这样去画 他是不是画的是一个弧线呢 对不对 你总是画不直 对不对 同学们啊 啊 啊 是不是总也画不直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关键点的 我们这个切线的时候 怎么画呢 来看这个小小 这个小图啊 小视频里面啊 左下角啊 看啊 咱们这个手腕啊 一定啊 这个这个 不是手腕啊 手腕啊 对 先是手腕 一定要控制住啊 手腕不能动 啊 然后胳膊肘啊 也控制住啊 尽量也控制住啊 然后我们是用这个啊 尖啊 整体的尖啊 来启动他的 大家感受一下啊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拿根筷子 拿根笔都行啊 就没有笔的 随便拿个那个 普通的什么碳素笔什么的 就这样滑了一下啊 就是说 手腕不动啊 手肘啊 也可以也不动啊 然后 这个肩膀啊 动啊 大家感受一下 横着啊 竖着 竖着的感觉 竖着的感觉啊 斜着的感觉 大家感受一下啊 就当然这个 你要是练的少的话 有点累啊 这个肩膀 你就总这样 就有点累啊 嗯 大家感受一下啊 跟老师感受一下啊 老师进到这个大镜头里啊 你看啊 咱们就是这样啊 你看跟着老师感受 咱们画一下这个直线啊 我把这个对比度调一下啊 稍等 这 稍微有点不太清楚 好 红同学有回放 咱们您加一下 咱们锦李老师 锦李助教老师的二维码 有回放的 咱们有这个群 咱们是17号 咱们17号是有素描团练课的 是画这个人物 人物素描团练课 在右边 你看咱们课程右边 有详情 对咱们新来的朋友 有新朋友 咱们加进一下老师的素描群 今天只是讲一个 最初步的一些小知识点 然后咱们在17号 就是下周二的时候 咱们连续一周 就是会讲 就是这个人物的起形 这个比较 以及这个五官 脸的这些结构 这些知识点 这些关键知识点 而且是免费的 OK 那同学们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咱们感受一下 咱们这个画直线 画直线的感觉 跟着老师刚才 咱们说的什么 手腕不动 胳膊肘也不动 肩膀动 是不是 咱们感受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纸 你看新手同学 我们不要悬空 你悬空难度太大 你把这个手 你看 你可以贴在这 或者是有的同学 就是一个手指贴在这 就有个支撑 或者是你用这个手指 这样稍微悬出去 或者是你刚开始的话 你就这样全贴住也行 贴着 然后又有个角度 然后这样来回 来回的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然后同学们 对 我忘说了一个重要点 咱们同学画素描的时候 尽量要有一个画架 有个画架 然后我们是 是这样 眼睛跟这个纸 是成90度的 同学们 如果没有画架 只有画 咱们最少 最次画素描 也要有个画板 就没有画架 咱们有个画板也行 老师这个是四开的 大家可以买个四开的画板 因为以后有可能画的二开的多 但是四开的就是说 他拿着比较方便 大家看一下 老师离远了 看一下 咱们老师做 手握住这边的画板上眼 然后偏直一些 也不用特别打直 然后就是眼睛 大家能看得见吗 眼睛与 然后腰板要做直 腰板要做直 不要毛腰 不要毛腰 腰板做直 腰板挺直 然后眼睛与纸面 乘90度 如果要是没有画板 没有画架的同学 然后我们来画这个 然后 不要离得太近 不要离得太近 你看 离得稍微远一点 让右边胳膊 你看 他不要这样特别小的 稍微的有点弧度 就是说能稍微伸直一点 当然也不用伸得特别直 是吧 就稍微伸直一点 就是大于这个 就是这胳膊脚大于90度 是吧 稍微大于90度 或者跟90度差不多 就能舒展开 然后我们来画 同学们听懂了吗 听懂的学发个1 听懂的学 咱们发个1 听懂 咱们发个1 然后这回咱们感受一下 待会我这回看个消息 好 这回我们感受一下 各位朋友们 你看感受一下 咱们画在这个纸上 你刚开始 你看 其实最舒服的线 是这种斜线 偏斜一点的 是吧 平的这个其实也行 平的线也行 因为我这边前面 面前有个摄像头 我不是特别得劲 你看 咱们这个手 你看可以贴住这个纸 然后我们来 注意 什么 肩膀动 手肘跟手腕都不动 来左右 左右来荡 左右荡 然后竖的线 竖的线稍微难一点 竖的线稍微难一点 但是咱们不需要 不需要说这一条线 就是非得特别准的 准确的 在这一条线上 咱们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有点点宽度 没问题 有亚克力做的 亚克力做的 就是画素描的话 它的感 就是还没有空心板 感觉好 画素描 它其实 空心板的 它有这种弹性 它感觉是跟那个石芯 或者是这种亚克力的板子 感觉不太一样 大家要是买的话 可以再买 就买一个这种 专画素描的这种画板 但是如果就是说老师 我这个画素描画的也少 我是想多画水彩 那我就买个亚克力的 也没问题 对 这个东西就是说 看大家的这个情况 看大家情况 这个也不用 也不是说非得 就是说因为咱们这边 很多朋友都是 这个兴趣爱好 是吧 也不是说非得 做的跟这个老师一样 特别专业 是吧 好的 我开一下视频号直播 好的 稍等 稍等 好的 大家会感受一下这个线 我开 我关一下那个直播流 咱们感受一下 同学们都感受一下 咱们这个切线 注意手腕不动 手腕不动 胳膊肘也不动 肩膀动 你可以就是你切你舒服的线 不一定非得是锤线 或者是平线 斜线也行 大家感受一下 老师去换一下这个 我看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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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家小朋友又开始 开了 好 大家感受怎么样 就是比之前切线是不是稍微直一些的 有同学感受到吗 感受到感受的同学发个1 然后就是说还没有感受到这种感觉的 发个0 没有感受到的 发个0 因为当然有同学就是他身边没有这个东西 有可能不太方便 就是有可能就是在空气当中 就是没有笔跟板 你拿一个筷子 空气当中你感受一下这种切线的感觉 其实也能学到 也能感受到这种感觉 是不是比以前直了 这个卢同学 您是怎么回事 咱们没有感受到 您是什么情况 可以跟老师说一下 对 如果咱们有什么问题 就是没听懂的 咱们科上没听懂都可以跟老师说 是什么原因 没有听懂 老师 我这 是哪个姿势 没做对 是不是 都可以跟老师说 好的 好 我们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号 也开始了 欢迎视频号的朋友 第一次听课 是吧 没事 您就是绘画工具都有没有 咱们绘画工具也是很重要的 要少的绘画工具 也是 它就 不太方便 可以拿根筷子感受一下也行 首先是拿笔 拿笔的姿势 一定要注意 手腕不动 胳膊整体动 记住这个 这个关键点 手腕不动 你稍微手臂 其实动一点还行 主要是手腕 你手腕一动 它就是弧线了 好 很多朋友 虎鸟 我看杨柳 然后 这个雅 有着新朋友 咱们有新朋友来的 咱们进一下老师的绘画群 然后咱们17号 就下周二 就是右边的素描团练课 它会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就是来学一下 而且这个原价 原价是599还是499 咱们这原价是599的 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 就是限时的一个 限时这个优惠 咱们现在属于免费 免费体验 免费体验的 大家可以抓紧 抓紧进一下咱们的这个 进一下咱们这个群 这个群满了 也就进不去了 警铃也来了 乐剂您也是第一次听课 是吧 对 先感受一下 先感受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体会的过程 好 那么老师下面就根据咱们这个素材 你看一个高脚杯 一个酒瓶子 是吧 咱们结合刚才的这个练的这个切线 咱们练一下起形 好吧 把这个擦了 然后咱们在周三 老师还会进行一个 就是画材的一个详细讲解 还有这种排线 是吧 咱们今天就讲 咱们今天就讲切线 咱们讲这起形 这种切直线 然后咱们在周三 再讲排线 好吧 再讲怎么排线 今天咱们就讲切直线 好 注意这个拿笔 注意拿笔 你看 咱们先找出这个 咱们画之前 找出这个上下 咱们就先画一个高脚杯 咱们不画这个组合的 咱们画最简单的 咱们可以 虽然高脚杯 这个它是一个斜口的 是不是同学们 但是我们不慌 我们就找到它最顶 不用画那个斜线 画一个这种平线 平的线 上面 是吧 然后我们在下面 我们再画一个 它下面到哪 是吧 因为我这个纸 它这个摄像头 不太 就是 就是它不对的 就是说比较大 我这纸比较大 下面看着比较多 如果大家自己构图的话 我们这个构图 就是如果只画一个 咱们尽量就居中一些 不要就上面 你看一点 下面很多 是吧 咱们下面 大概这样 因为我这个上面 还有纸 这个摄像头的原因 就是说咱们就上下 就差不多 咱们要有这个意思 然后非常重要的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定要画 连接一个 它的中线 对称线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连接对称线 咱们不是用格式 比着画 而是用什么 用老师刚才教大家方法 你看 这个手 手腕握住这个皮 是吧 手腕不动 手腕不动 胳膊动 肩膀动 是不是胳膊轴也不动 往下拉 往下拉 看一下 往下拉 往下拉这个线 然后可以来回 可以来回的画 可以来回画 声音小吗 我带声音大点 好 学着课用什么纸 咱们用素描纸 咱们尽量用素描纸 如果没有的同学 咱们用家里普通的 随便找一个纸 白纸就行 A4纸什么的都可以 声音可以吗 同学们 这个摄像头 有点靠下了 好 好的 我们找一个中线 这个中线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先找出 中线再画 而不是上来 我们就看它的边 就是说 我就上来 就像画 平时画画 就没有学过的 就直接就画 口的边了 有可能画的就不对称 咱们一定要找出它的中线 对 就刚才这感觉 咱们切一下中线 然后我们再区分 它身体的两个重要部分 一个是瓶子上面 是吧 然后是足 这个比较长的足 这个比例 咱们可以找 咱们可以 同学们可以 就是根据你这个素材 根据它这个食物 你看一下它的比例是多少 是吧 咱们老实看一下 大概 你们可以用笔 在素材上比一下 大概是1比1 对 油栏自在 您好 现在是素描 对 我是 艺库的周扬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今天呢 就是教大家一些素描的基础知识 基础入门知识 今天现在讲的是起行 大家要是想学的 可以点击右下角的 这个 右下角的这个购物 购物按钮 现在是这个限时免费的 添加 对对对 右下方添加 获得这个限时福利课程 好 用什么铅笔可以 咱们 卫同学 您那个手机看看 可不可以声音调大一些 因为我这边 已经是把这话筒 离得最近了 已经是最近了 然后水军同学问 用什么铅笔 咱们用一个 比如说家里 现在没有铅笔的同学 咱随便用一个2B的铅笔就行 如果要有这种各种B数的 咱们可以用这个3B 或者4B的来画这张 2B的也可以 然后橡皮 如果就只有普通橡皮 普通橡皮 有专用的这种素描橡皮 就有这种老人头的那种的红色的 我这是不拉图的 都类似 这种比较软的这种橡皮 大家可以点加添加 右下角添加 在视频号里的朋友 咱们进一下课程 好 老师接着画 大概一半一半 咱们这个 平口到平底 如果我们想描的 就是调的准 咱们要把笔贴到画面当中 如果要用手 它是不准的 手它有抖动 手其实量的不是那么准 没有 咱们在公众号里进来的 同学 咱们要加助理老师的二维码 咱们进群 咱们不用找添加 咱们在视频号的朋友 咱们可以用着添加 对 对 那位同学 这位同学说 老师那个酒瓶 是吧 他这个画不 画不准 对 他说淘罐画不准 就是中线的问题 中线 没找准 这个丽地亚同学 怎么可以一眼就分出一半 你比一下 是吧 你比一下 因为其实就是分一半 人的眼睛 它最好分的是这种一半一半 是最容易找出每个地方 那一半一半的 因为这个也是很多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学过那种网格画法 那种网格画法 老师就是教这种的 他就是找什么一半一半 这种什么三分之一 然后一半一半的 一半一半 那种的骑行方式 但是老师教的呢 还是这种偏 偏这种学院派的 这种的就是 就是这种正统的 这种骑行吧 所以说那个就没有教大家网格的 但是网格那种也可以 不是说 也不是说去排斥他 好 我们继续 然后我们就找出 咱们什么呢 找出这个 它这个肚子 是吧 这个平身的 肚子 它这两边一定是对称的 对不对 这两边对称的 然后它的这个宽度 你跟什么比呢 同学们 要跟它的高度比 是不是 宽度 整个这个肚子 最宽的地方 咱们先找出来 找到最宽的地方 最宽的地方 它是没有 刚才比了一下 它是没有 没有这个身子 这一半宽的 等我里收一点 你看竖着切线 是不是 让两边对称 两边要对称 看一下两边对称不对称 这可以比一下 比当一下 左边倒往里收一些 咱们这线 画的稍微粗一点 没关系 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笔 这个铅笔 这个削笔 咱们在下节课 就会给大家 就是系统的讲一下 这些画材 以及画材的这种应用 这种素描画材的应用 比如说这个铅笔 这个尖是吧 咱们多长 比如说铅笔尖 咱们 一般自己削 就会削 大概一厘米到两厘米之间 就是1.5厘米左右 咱们画素描的这种的 1.5厘米左右 会比较好用 太短了 它就是这种 因为咱们这种 离得比较远的这种 这种侧峰画的 它就是 那个线有可能太粗 或者是测 或者是蹭到 笔的木杆 木头上面 大家画出了 这个一半一半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下面 下面这个 座 再把它一半一半 给它画出来 这个它的宽度 稍微的 稍微的比平身 稍微的窄一点点 比平身的宽度 稍微窄一点点 这两边 大家可以比一下 这一半一半 这样找出来 然后呢 我们这回 就是连接它这个 9 这个9的 你看它正好 大概它这个 到9的这位置 是它这个宽度的位置 是吧 把这个位置 给它画出来 也是用直线 这种直线 横的直线 画出来 注意啊 画直线的时候 说这个手腕 不动 胳膊动 这种感觉 好 然后啊 我们再给它 切到这个 里面 好 好 你看咱给它切到这个口这儿 是不是啊 这个是它那个 连着脖子这儿 连着脖子这儿 这个是那个酒 装酒的那个地方啊 那个底儿 再往上啊 这样 切这个直线啊 切这个直线啊 当然我们同学啊 咱们新手同学 咱们不一定非得跟他画的 这个一模一样啊 当然咱们就先找一下这种 比例啊 比例关系啊 这种切线 这种两边对称的关系啊 不要去就是完全就是呃 去追求它一模一样啊 同学们啊 然后呢 我们再找出什么呀 找出这个口啊 找出这个 你看啊 它虽然是斜的 同学们啊 咱们注意啊 它虽然斜 但是它实际 它是对称的 它不是说 这口偏左或偏右啊 这口的这个位置啊 咱们给它用锤线啊 给它切出来啊 啊 用锤线给它切出来啊 好 然后呢 我们把下面这个啊 口的下面啊 我们给它画上 啊 大概是这个位置啊 大概这个啊 大概这样啊 然后呢 同学们啊 我们呢 找一下 它的这个斜的这个线啊 斜的切线啊 嗯 它这个斜度啊 当然这个斜度 你稍微斜一点 或者稍微平一点 都没关系啊 同学们 咱们就是说 先找这个 这种切线的感觉啊 但是大家找着 切线的感觉啊 这个口稍微的感觉 稍微小了点 稍微再开啊 开大一点点啊 嗯 好 然后呢 你看啊 咱们这条线切好之后啊 同学们啊 注意我们怎么画呢 你看啊 去找这条线的这个平行线啊 平行线 平行 然后对面对称的啊 平行线 这样啊 这样给它切出来啊 然后我们再这样啊 这边对称着啊 对称着两边啊 划出来 哎 好啊 然后这个交界的这个口这儿啊 然后我们再跟这个肚子这儿 再相连啊 肚子下面这儿啊 下面这儿相连啊 跟这个点是吧 跟这个点是吧 相连啊 哎 啊 这个口啊 跟这个这个交界点是吧 相连啊 当然这种反手的比较难 刚开始这种反手的这种啊 你看这种斜的这种角度比较难啊 大家有可能感觉比较别扭啊 但是得多练啊 多练就好了啊 这种这种反手的是吧 或者这种的最难的是这种啊 这种啊 往斜上方是吧 往右上方这种的啊 这个就是大家多多感受啊 OK 有同学把这部画出来吗 有同学把这部画出来的吗 画来的发个一啊 当然你要是画不太准 咱们课下在练啊 这个因为这个其实比较难 这个行 咱们最开始练的 其实应该练一个正方体啊 因为咱们这个课呢 就是画一个正方体 有可能显得稍微简单了一点啊 所以说就画一个这个难度 稍有一点点难度的 主要大家这节课是找这个切线的感觉 以及对称的感觉啊 咱们就这节课 你只要把两个学会啊 你这个就等于是 等于你这个时间就没白花啊 虽然没有花钱 但是呢 大家花的这个一晚上时间啊 你只要感受到啊 一个是切线 能切直线的感觉 手腕不动啊 胳膊动的这个切线感觉 第二个呢 就是找这个中对称线啊 找这个中线 然后这边对称的那种感觉啊 只要把这两点啊 对 您是六十 您六十九岁 咱们这边很多朋友呢 都是这个年龄比较大 还有最年龄最大的 有一位是已经八十八十四岁 还是八十八十五岁了啊 对 也在也在咱们这边画 而且画的也不错啊 也是跟着老师一起画啊 对 咱们同学 就是说不管是咱们年龄大的同学啊 还是年龄 不太大的同学 咱们就 就包括老师啊 咱们画画时间呢 就有个同学很喜欢画画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啊 比如说咱们画二十分钟啊 咱们就站起来是吧 咱们活动活动啊 走一走是吧 就是休息个几分钟 然后再画啊 但是咱们时间不要太长啊 要不的话 你对这个颈椎啊 或者是腰啊 它都是有一个 有一定损伤的啊 好 嗯 对 您可以添加咱们的这个 现实福利课程啊 然后再一起学习啊 好的啊 然后老师啊 带大家继续画啊 你看中间这个九是吧 咱们这九的这个对称 其实也可以给大家画一下啊 有很多对称点啊 哎 哎 这个九 我说它也是对称的 对吧 啊 嗯 对 因为咱们这个是一个公开课啊 因为今天时间也是有限啊 就是没有去呃 就是特别从头到尾的系统教大家 但是咱们 嗯 咱们那个周三啊 周三就是一个特别从最开始啊 教大家就是了解画材的啊 尽量就是说咱们报了 呃 咱们这次这个 呃 团练课的 素描团练课同学啊 咱周三也都来啊 也是属于一个 其实今天这个课也是啊 都属于咱们下周二的课的一个呃 就是前期的一个演练啊 嗯 嗯 对 然后咱们呢呃 在这个呃 视频号里啊 只有这个十份的名额的啊 有朋友啊 想学习咱们素描团练啊 就人物的啊 就是这个是进物了 相对就是呃 也不能说相对简单吧 其实你要是人物啊 老师带大家呢 他其实也也没有这么也没有特别难啊 就是从眼睛鼻子嘴耳朵 然后这个啊 整体啊 然后就这样一个一个过程啊 带大家就是说 学一下啊 怎么起行啊 然后包括怎么单独的理解这个眼睛鼻子嘴的这么一个结构啊 形体啊 不是说之前的那种很简单的啊 咱们讲的会比较深入啊 也是希望大家呢 呃 跟老师一起过来学啊 好 啊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底啊 这底给他画上啊 这底其实没有画中线 这个是底的这个 最下面是吧 咱们也可以画个中线啊 你想画中线也可以啊 就是横着的他有中线 竖着的也有中线 是不是啊 画个中线啊 然后画一个长方形 是吧 这样啊 哎 啊 背次的宽度怎么计算啊 这背次宽度 大家你看啊 你杯子宽度 你要跟什么比啊 跟着高度比啊 跟着高度 你可以啊 比一下 你看正好 你看他这个 大概啊 这个宽度正好跟这个 呃 9 这个位置差不多 是吧 就是您跟那个实际 比如说你现实中画这个镜物啊 或者是用照片画 是吧 你照片画就其实更 更好比 是吧 更好 你就是拿那个笔去那个 就是手机或者是ipad 是吧 这种或者电脑上面去量一下 贴着量一下啊 当然咱们今天呢 就给大家就讲个大概的啊 咱们不一定非得说画的跟那个 呃 实物就比例完全一模一样 你稍微画胖点啊 或者画瘦点都行 但是啊 我就是老师要求大家什么呢 一定要把它画对称啊 一定要对称了两边啊 这种上下左右这种对称性啊 咱们要是对称啊 这样的话 它就有一个稳定性了 好吧 同学们啊 不要左边太长 或者右边 右边太长 是吧 啊 对 哦 还有最后五个名额啊 咱们17号的课啊 好的 嗯 对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跟老师说啊 好 好 然后咱们再继续往下深入一下啊 如果现在呢 这个笔如果磨的有点平了 咱们可以再换一只啊 或者是再削一削啊 好啊 你看啊 咱们怎么深入呢 咱们把这个口啊 给它稍微再切一下啊 哎 再稍微再切一下 再切一个角啊 老师画的重一点啊 老师重一点 大家看得清楚一些啊 啊 咱们就练这个切线啊 就练这个切线的感觉 咱们今天呢 就不练 不把它圆上了啊 咱们就练这个切线的感觉啊 老师把这个线都给它画的就是重一点啊 大家看得清楚一些啊 你看这个来回是吧 来回的这样啊 欢迎啊 欢迎嘉丽同学啊 咱们想报名的朋友啊 咱们抓紧啊 这个中线啊 这个垂线的有可能同学啊 有的同学老师 我这个画不 这一下画不这么长 是吧 你可以画短一点啊 咱们画稍微小一点也行啊 我这个画的就比较长 老师咱们报名啊 太阳同学 您在咱们这个 在咱们公众号的朋友啊 咱们加一下助理老师啊 金理老师的这个二维码啊 咱们进行报名啊 然后咱们在视频号的朋友啊 咱们添加啊 咱们这个企业名片 微信名片啊 一起去画画啊 咱们来进行报名啊 对 只要进到素描群里就行了 对对对 短 线条短 手腕也不动吗 你看啊 线条短对手腕也不动啊 你看 看到吗 你看啊 老师你看画一个短的 你看 是不是 手腕也不动啊 就是你养成这种 只要一切线 手腕就不动的这种感觉啊 然后咱们画排线啊 是要动的啊 排线是动的 咱们下 咱们那个周三 咱们再讲排线 是吧 这个切线 你要是一切线一起行啊 这手腕就不动 啊 养成一种感觉啊 嗯 好啊 当然咱们那个在这个视频号啊 刚才断了一下啊 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视频号 咱们画这个切线啊 同学们啊 如果你想给它画直了啊 画直了 咱们有个什么方法呢 老师啊 看一下 左下角啊 老师这个 我这本人啊 你看啊 咱们拿这个笔之后啊 手腕不动啊 胳膊肘也尽量不动 咱们让这个肩膀动啊 你看肩膀动啊 大家感受一下啊 肩膀动啊 所有同学都跟我感受一下啊 这个 咱们这个课啊 也从这个画画的课变成这个 这个刘刚宏那个运动课了啊 也有一定运动作用啊 是吧 也有一定运动作用啊 你看 手腕不动 胳膊动啊 对吧 大家感受一下 平着的啊 你看啊 这个把这个摄像头 前面摄像头给动了 咱们感受一下 你看平着的 平着线是吧 咱们这个也断练一下身体 是不是啊 看到吧 手腕啊 胳膊肘都不动啊 竖着的啊 你看这跟坐操一样啊 这个 你看坐操一样 是不是啊 竖着的是吧 斜着的啊 感受一下啊 斜着的啊 是吧 反斜的啊 反斜的 这个反斜的最难啊 反斜就往右上方画的这个线啊 这种最难啊 当然你这样画有可能不难 你画到纸上有可能就 它就弯了啊 这得多练啊 嗯 对 既锻炼身体又锻炼大脑啊 咱们这个成了 成了运动的啊 咱们对成了一个运动课程的啊 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感受很重要啊 如果咱们身边没有铅笔的 咱们随便拿一只普通的笔 或者是拿一只筷子啊 感受一下这种感觉啊 嗯 谢谢小清华同学的粉丝灯啊 谢谢啊 好 那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啊 然后这个口啊 是个斜的 啊 这个中间啊 切一下 这个你看啊 在什么地方切一下呢 你看啊 老师对了画清楚点 嗯 看啊 先把它这个画一个长方形啊 我这个画的好像稍微比那个口稍斜了一点点啊 我这 稍微的斜了一点 我这斜度 画一个长方形啊 但是咱们稍斜一点没关系啊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这个线啊 咱们这个长方这个评分这个方线嘛 啊 中间也切一个线啊 这样 是吧 咱们在他这个一半一半上啊 咱们切一下啊 找一下一半一半的这个 啊 找一下一半一半啊 这个切一下 切一下 哎 您好啊 您好 吴同学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您的这个 这个这个点赞啊 谢谢刘同学啊 还有给老师的这个赞啊 这个666啊 谢谢啊 最大的困惑就是线条 画线条画不值 难道是因为动了手腕 对 您画线条画不值就是因为动了手腕啊 对 所以你今天终于在这个免费的课上啊找到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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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的这个一个傲逸了啊一个重要傲逸啊就是因为之前你画的啊手腕光动你手腕动你看你慢速肯定手腕动肯定是弯线呢对吧你手腕跟胳膊肘都不动啊嗯嗯嗯好对对对没事啊就是这这些蹄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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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蹄� 这些这些知识啊咱们以后啊你会总有啊你会发现哎老师教大家啊就是你自己悟啊你自己悟也能悟出来但是时间会很长老师教大家就很快啊就很多东西都是啊包括画人物是吧为什么说老师说你不用咱们同学你说不用画过比如说什么正方体啊什么球体啊或者镜物啊咱们就直接就 可以画人物啊老师是有方法的不是说你非得就是说老师我这非得我是不是得画的镜物画的风景画的花卉我才能画人物啊不是的啊 谢谢啊谢谢这个自带同学啊您的点赞啊对咱们想学的啊咱们一起学画画的加添加啊右下角的这个名片啊在咱们视频号的朋友啊看还有几个名额啊助理老师看一下啊咱们画这个人物啊咱们是下周 周二开始啊正式团练连续一周的时间啊然后咱们周三啊周三还有咱们这个基础认知课啊就是讲一下什么铅笔啊纸啊画板的什么方位面这些素描的这种啊基础的这种画材的一些应用啊大家希望大家在周三啊晚上也是咱们同样的这个直播间啊来到这里啊跟着周老师啊学一下咱们这个基础知识啊对这些这些基础画材的一个了解啊好吧嗯 进群了就不用了啊进群就可以了啊对只要进了群就可以啊还有三个名额啊对咱们这个课程呢是原价是599的啊这个绝对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奖啊虽然说是呃好像是这现在是现实免费啊但是它非常重要啊为你以后啊咱们往深入里画啊往这个呃进阶里学习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步啊 好啊老师你看咱们切了这几个线啊 然后切完之后啊你可能有个同学你要是画的少的同学就可能画就有点磨叽了啊就可能就分析不清了咱老师再给他画的清晰一些啊 其实这个斜着有点难啊咱们画横其实有个同学你画横着的也行啊有个同学你比如说老师我现在没画就光看着呢啊那你之后你画一个横着的是吧这种口的也行啊不用画这个斜着的 其实斜着的也不是特别难啊只要理解好把这个画平行的就行啊今天就不讲一些不讲什么透视的那些东西了啊以后咱们再讲啊慢慢讲不能上来就把什么透视是吧这些糊涂啊什么是吧这种大大呀小啊这些东西都给大家讲了就大家就乱了是吧啊嗯对现在只有两个名额了啊大家只有两个名额了啊欢迎大家一起抱起来啊嗯好啊我们再把下面这个啊 你看下面这个口这个其实跟上面这个口啊是一样的大家如果画不好这斜的咱们画一下下面这个呃底座啊就是说给他安到这个口上他其实一样的是吧都是一个椭圆形啊还是这样啊找他们的终点啊找他们的这个中间点啊找他们的中间点啊然后我们切线给他切出来啊 切线切出来啊切线切出来啊一定要给他画平啊你要画歪了啊他这个还有这个中线啊中线画歪了或者是底座画歪了或者身子画歪了他这个稳定性他就都差了啊 团练课怎么办啊团练课咱们也是在这个会在呃有这个呃直播间的啊会有直播间啊咱们您进群的之后啊会告诉会在群里然后会告诉大家的啊嗯好啊然后我们其实就切成切到这个程度其实就行了啊如果对新手同学来说啊如果老师说我这个在想我再进一步说那你就把这个尖啊你看这个尖再给他圆一下再切一下啊他就圆了 啊再切一下啊再切一下就圆了啊这就圆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基础的啊一个大家一个基础的这种感受啊咱们先感受一下同学们啊当然你要是说老师我这边感觉这个这个底下有点平啊说这个就是往后啊咱们可以稍微再圆一点啊 啊这些就是小细节的地方呢咱们就先今天就不讲那么多啊因为今天主要是针对大家这个最基础的一个一个知识啊嗯好然后这个口你看这个就是他这边是不是肚子这稍微远一点咱们再斜着是吧来他切一下啊哎啊好啊大家呢就是说我们呃如果进群啊咱们想练习同学咱们就画到这一步就行啊咱们就画到这一步就行啊 然后老师啊然后老师啊在下面呢我们再给大家啊再示范一下咱们右边咱们后面的这个呃酒瓶啊咱们酒瓶咱们再画一下好吧啊酒瓶再画一下哎呀这个纸放在啊放旁边啊好老师在这旁边啊再画一下这个酒瓶啊咱们就不 不是按着他这种前后关系的啊咱们就这个我就等于是另起一张纸咱们画就行了啊老师这个是为了方便啊直接就看一下啊我重新粘一下啊嗯 下节啊周三啊咱们就是说有同学没有准备画材的是吧我会介绍一下画材啊 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画材 好啊我们再用刚才这个方法啊我们再画一下这个瓶子啊再画一下这个 这个香槟啊香槟瓶啊 有想学的朋友啊可以跟着老师啊一起画啊我们还是先找出他的这个上面啊 我往下贴一下 好啊我们今天多画一会儿啊咱多画一会儿啊 直播时间啊今天咱们多画一会儿啊 好啊我们还是先找出这个他的这个上面啊 瓶啊瓶子上面然后呢我们再找出这个瓶子的下面啊 同学们可以用这个扒开的纸啊进行练习啊 然后还是什么呀紧接着我们就要找出什么找出中线啊 注意这个手看啊老师这个啊 这个这种感觉是吧你可以刚开始你现在不画啊你现在上面找一下这个感觉啊 你找一下这个感觉是吧啊 找一下这个感觉啊找一下这个感觉啊 上下啊上下啊 我这个比较长啊 大家画那个短练短一点的啊 哎上下上下是吧他有点这个你看这种啊不一定啊这种不确定性是吧 稍微的就是说有点宽有点那什么的都没关系啊 哎上头有点 上头啊各不下了 我上我往上调一下啊 稍微 我上下转了啊 好 好啊在咱们视频号的朋友啊想学这个素描人物的朋友啊 咱们现在应该名额应该不多了啊 然后咱们在公咱们在公众号啊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 我们可以呃这个进啊 加助李老师啊 金李老师的这个二维码啊咱们进群啊 咱们这课程是限时免费的啊 好上下啊 谢谢啊谢谢果真美味啊 谢谢您的认可啊 好然后我们还是啊还是找出这个平身啊 咱们这个你看怎么找呢啊 老师说老师这个他没有这明显的上下的是不是 咱们就是说找出他这个肚子啊 最宽的这个啊最宽的这个上面这个这个点啊 好像大概啊我量了一下也是大概1比1啊 大概也是也是个1比1的一个比例啊 其实这个瓶子比那个比这个好像稍微简单一点啊 咱们不要去看他里面的那些花纹啊什么标签什么的 咱们先不要去看那个啊咱们去看他这个外轮廓啊咱们去看外轮廓啊 好啊看老师怎么画啊 这样啊横的线对不对啊 然后呢我们啊在宽度啊宽度 你这宽度跟这个平身啊这个这个点啊 这个高度啊宽度跟高度比一下是吧啊 当然同学们你们这个就画的胖一点啊 瘦一点都行啊 宽度啊 尽量保持两边啊 一定要保持两边的这个一样啊 宽度的一致性啊 不要一边宽一边窄了啊 吹线啊 哎谢谢啊 谢谢英同学啊又宽度实了这个666啊 谢谢大家啊 最后一个免费名额啊 视频号的朋友啊最后一个免费名额了啊 哎呦我这个话筒挡到我的手了 往下躲不了线子啊好 啊 你看这个是来回啊 注意大家来回 你不要一下一下往下或者往上往上一下挑 是来回啊 来回 然后你稍微的不太准啊 就是说我宽一点什么话的 那就比如说我歪一点没关系啊 就先找这个感觉 咱们先找这个感觉啊 当然咱们也不要画太小啊 同学们啊 你画太小啊 你比如说你就这样是吧 我就给他画直了 我就画这么小啊 我这么小啊 啊那其实你那个锻炼效果不强啊 一定 你就是什么效果强了 今天效果 就是说能这胳膊能挥动起来啊 知道吗同学们 这个大小啊 让你这胳膊能挥动起来 哎能找到这个今天咱们就锻炼的这种感觉 是吧挥动起来啊 是吧 这个形它是最好的啊 好 注意对称性啊 不要这边画歪了啊 不要就是全歪了 这个平行是吧 垂直啊 咱们就画垂直的啊 之后有了这种透视 你比如说这个俯视是吧 它就越往下越窄是吧 这种的 以后咱们再说啊 咱们就先画这种就是基础的啊 然后找到瓶口 香槟口这个位置啊 然后它的宽度 把这个香槟口稍微比那个 它的脖子啊 稍微要什么一些啊 稍微要细一点啊 稍微不是稍微要粗一点啊 脖子稍微要细一点点 嗯 大家就是进 呃 咱们在这个公众号的啊 咱们进一下 注意老师的这个群啊 嗯 然后咱们在视频号的朋友啊 咱们呃 添加啊 点右下角添加啊 咱们进咱们这个绘画群啊 然后咱们下周二啊 有这个正式的一系列的这个课程啊 好 这回呢 我们同学啊 注意啊 咱们在这个转折这个地方啊 跟它这个 这个地方啊 这脖子这儿啊 咱们这脖子先锤线啊 因为脖子看整体的形 它是一个锤线的形 啊 先稍微往下锤一些 啊 然后呢 我们在它这一半的这个地方啊 然后跟下面这个身子啊 进行一个连接啊 这个脖子画的稍微再粗一点啊 口稍微再粗一点点 哎 往下啊 就到这个中间啊 这个脖子中间这儿啊 哎 进行一个连接 你看它这儿有个大概有个这个位置啊 中间这个位置啊 往下啊 稍微的我感觉稍微的胖了一点点啊 稍微瘦一点点啊 好 哎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 自在同学送的粉丝盘啊 嗯 OK啊 咱们就找着它这个对称性啊 咱们就找它对称性啊 好啊 稍微的瘦一点啊 有点胖了啊 OK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底儿啊 哎 往上切一下啊 找到它中线啊 往上切一点啊 这个弧度啊 它不是平啊 不是 它是平的放着的 但是呢 它有一个弧度啊 因为它有个透视 稍微的有点俯视啊 看着所以下面有个弧度啊 把这个画上啊 我感觉宽了啊 咱们这个 你看啊 这橡皮啊 咱们橡皮很重要 这个橡皮啊 说是 以前同学们 咱们理解这橡皮呢 它只是一个 就是擦的 就是说画错的擦的 但是在咱们这个素描当中啊 橡皮也是一个笔啊 也可以搭成一个笔 它就是一个什么笔呢 一个白色的笔 是吧 一个透明的笔啊 你比如说这是宽了 对吧 你看啊 老师你看跟这个画素描一样 你看 看到吗 也是这样啊 一样的 你看 哎 这边啊 我跨宽了 你看 是不是也是手腕不动 胳膊动啊 往下拉线 啊 看上了吗 这个再稍微补一下啊 这个同学们学到了吗 好 啊 啊 然后他这个肚子啊 你看啊 他这个肚子这儿啊 他这大概在这儿有一个弧度 咱们可以把这个肚子的这个透视线啊 也给他啊 啊 弧度线给他画出来啊 啊 然后呢 这个是他这个身子这个签啊 这个签啊 这个签大家你的位置啊 大家可以找一下他这个整个整体的比例啊 咱们看一下这个签的位置啊 咱们给他啊 啊 你可以直线切啊 啊 这样一二啊 你看 一定要找到什么呢 大家注意画这个签啊 嗯 啊 加孙按一下 不知道是啥 好的 啊 是一个鼓励老师的啊 粉丝能牌啊 啊 啊 同学们注意啊 你看咱们这个签啊 你看它是一个偏左的 是不是 但是你怎么画对称 很多同学啊 你直接画 直接画就容易啊 就是画歪的 很容易没按着跟着这个瓶子走啊 大家注意 你看把中间的这个线啊 中间的这个瓶线 咱们给他画好 你看跟老师画啊 你看然后上面这个也是啊 大概在这个位置啊 给这个瓶线画好啊 然后你看再画这个身子 你看这样啊 啊 这个对称线啊 这个切线啊 就按着身子这个走势 是不是 啊 下面也是 是吧 啊 这也是啊 中间也是 对不对 然后我们等会 然后在这样边上 你看他就这样一切啊 他不就对了吗 啊 他这个这个签 他不就跟着这个瓶身走了吗 啊 OK 啊 这个学到了吗 同学们啊 啊 学到这个技巧的啊 给老师发个1啊 啊 画这平签的啊 咱们之前画花卉课程啊 有同学也是画的稍微有点问题啊 好啊 这个口也是啊 这口你看这个弧度 稍微切一点啊 稍微切一点点小线 是不是啊 然后这口呢 上面啊 他有一个这个 帽啊 咱们也可以跟着口 跟着底一样是吧 它也是个小小切线啊 但是咱们这个就画的 啊 这个可以画可以不画啊 同学们主要是把这种 大的对称线给他画好 啊 好 啊 然后这边啊 这边这个线可以再切一下啊 再给他切一下啊 让他过度柔和一些 当然你不切也行 主要是把对称的给他画好 把对称线画好 啊 当然啊如果要是同学们啊 你感觉咱们这有一个最后的啊 这个难度相对大一点的 这个侧的这个签啊 你怎么画啊 同学们啊 注意啊这个侧的这个签啊 咱们看啊 怎么画呢啊 咱们这中线不是在这吗 是吧 咱们先注意一下这个中线啊 你看侧的这个签啊 这个怎么给他画对称呢 啊 一定要找出啊 这个侧的这个签的 他的这个中线啊 你看 他中线大概在这个 你看跟着这个瓶子走 你看了吗 看着啊 看老师啊 这这先画歪了 当然老师画歪了也很正常啊 我这个 其实 我画就是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啊 我从小学就画 但是小学画的少 我从初一就正式的接触这个西方素描了 嗯 我从初一 那是多少年 那是零几年 零 初一是零 哇 零四年 我从零四年 我快画了 我快画了 零四年 多少年了 二十年 二十年 二二快二十年了 哈哈 这些东西有画二十年 当然有个事儿肯定也有点小失误很正常啊 看一下啊 咱们这个 你看 他两条线的这个中线啊 咱们他找出来啊 找出来啊 这个垂线 然后呢 哎 按着这个瓶子走 瓶身的斜度是不是 他这样是这个 这是这个 然后中间啊 有个他中间的这个斜度啊 画出来 看上了吗 啊 同学们注意啊 画出来是吧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啊 他这个口 大概在这个地方啊 根据他这个斜度啊 平身的这个走势 是不是啊 平身的这个走势 哎 这个画出来啊 然后我们这可以给他画个长方形啊 哎 然后呢 我们这边啊 再给他 像刚才那样 就在中间再给他画个就称线啊 这个圆子是吧 然后再切一下啊 再切一下啊 然后这边这个身子啊 也是 画个直线就行了 往上啊 往斜着走 啊 啊 老师这个画的比较简单啊 就是让大家先理解一下 这个按着 他就是说 这个圆签啊 他是跟着这个平身的这个对称线走的啊 这个呢 这个今天呢 很多东西可能画不好啊 但是如果我们学了素描人物啊 是会经常讲这个细节的啊 这个学素描人物的朋友啊 对这个的中线意识啊 肯定会特别明显啊 这个会在素描人物里面会重点讲解这个啊 就是之后你画这个就会特别简单啊 咱们学了素描人物之后啊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咱们就啊 老师带着大家啊 就起到这些啊 起到这儿啊 把这个行啊 呃 咱们在这节课当中啊 有收获的朋友啊 咱们可以啊 发个1啊 咱们有收获的朋友啊 如果感觉 呃 没有什么收获的啊 可以发个0啊 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的同学啊 大家可以发个0是吧 看有什么不懂的啊 对 如果今天咱们有点收获呢啊 当然这些小 你比如说这种男的 就斜的是吧 这种小签啊 咱们有可能还画不太好啊 以后老师在咱课上当中再讲啊 你看这个中线 其实我是画的一个就是按着他对称的 实际呢 他这个是这个中 他这个条线呢 稍微的再往这个 再往右一点啊 稍微再往右一点啊 他是这个签稍往右一点的 这种小细节的地方 以后呢 老师带大家带大家再讲啊 嗯 对啊 如果同学们就是想学的啊 想学想感受一下啊 或者今天想画画的给老师看一下的 咱们可以进一下咱们这个素描群啊 嗯 嗯 浸一下今天素描群啊 咱们找一下这种切线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今天啊 好的 嗯 好啊 唐尼啊 咱们新朋友啊 今天有新朋友是吧 啊 那个助理老师啊 把那个咱们的这个群的这个 呃 尔维码啊 就是加助理老师啊 呃 拉大家进群啊 新朋友 然后咱们视频号的朋友啊 咱们呃添加了咱们一起学画画这个企业微信名片啊 在视频号里的朋友啊 咱们是右边啊 咱们看一下右边这个团练课程啊 咱们第一节课是画眼睛 然后鼻子嘴啊 耳朵啊 以及头颈肩的关系 然后最后呢 是完整的一个头像的一个啊 这种造型啊 都会老师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啊 呃 每天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啊 一般肯定会应该是一个小时肯定得够啊 就是说啊 有可能会超过一个小时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啊 每天 嗯 对 以前的都是瞎画 没有老师这个方法总是画歪是吧 对你主要是今天就是讲了就是什么 咱在这个画的画的里面啊 讲一个中线对称 你横着也可以找对称 竖着也可以找对称 对吧 左右对称啊 你先有中线再有形啊 你直接画边缘线 他是就算我直接画 我也画不准啊 也也比较难 也得改半天啊 有可能画准了 但是时间会费的比较多啊 嗯 肯定以前当过老师 对我是从呃大学毕业啊 到现在一直都是从事咱们这个美术教育啊 呃 然后我是之前是七年都是在从事这个高考班啊 这种呃初中高中啊 这种基础教育 还有这种呃 包括还学呃 教过一年的这种少儿啊 然后呢 最近呃这三年啊 最近这三年啊 都是从事咱们的这个网络课啊 网络课的这个教学 咱们兴趣爱好的教学啊 嗯 对啊 大家要是想学的朋友啊 对咱们一定啊 要要进一下咱们的这个群啊 嗯 嗯 最后一个名额啊 咱们这个 对咱们这个视频号 还有最后一个名额啊 嗯 进来晚了 有回看吗 呃您可以添加一下咱们的这个 嗯 嗯 其微信名片啊 对咱们可以有回看的啊 咱们带一个视频号的朋友啊 然后老师这个朋友问啊 排线的时候 笔和纸的角度是不是要大一点 总是用测封线条出不来 比较粗啊 这个就是说看咱们是有什么 呃你是什么情况下啊 比如说那种背景啊 就是说以后咱们需要揉擦啊 或者是我就想要那种颗粒感 不想要这种线线的感觉啊 咱们就是可以很侧风 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想要那种哎 线条的感觉是吧 要线条感觉啊 那为了我们就稍微的这个 这个斜一点是吧 但是不能太粒啊 你太粒 而且太硬呃力量太大的话 把那纸给磨坏了 你以后再画有可能就是再修改啊 都不方便 当然这个呢在咱们下节课啊 排线在咱们周三的时候 老师再给大家讲 好吧周三咱们讲这个排线啊 今天呢咱们就讲这个起形这个切线啊 咱们的课下感受一下是吧 这个啊 记住什么呀 手腕啊不动是吧 胳膊肘也尽量不动啊 什么呀这个啊 肩膀动是吧 肩膀动啊 这样的切线感觉啊 进到这个群 对有助理老师 会给大家这个回放会发给大家的啊 还有老师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课程完成的图啊 还有就是咱们素材图啊 都会发到咱们的群里好吧 嗯 哎小溪水看到最是最优秀的讲 太专业了 谢谢啊 谢谢您这个 您这个说的夸的我这有点的有点脸红了啊 谢谢啊 所以虽然是确实是教大家都是真正东西啊 当然以后老师呃 大家想跟老师学的啊 老师就是会呃 就是在呃以后啊 就开一个特别系统的课啊 就是从头啊 就是说咱们就不从这么这个来了 比如说咱们从正方体发最简最简单最基础的那些来 一步一步的啊进行提升啊 好啊 行咱们同学们啊 该加这个老师了啊 加加助理老师 加助理老师啊 该添加这个呃 微信名片的啊 添加微信名片啊 咱们今天的这个呃公开课呢就到这了啊 如果同学们还想学的更多啊 咱们就是 就是